早,欢迎收听和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是保罗写给他在欧洲经历的第一个教会的信 这封信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 那个时候他正遭受其他同工的攻击 又因菲利比教会受到异端的攻击 使他深感困惑 可是这封信依然洋溢着喜乐和确幸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对基督耶稣有坚定不语的信心 也在菲利比书的第一章讲到保罗为菲利比信徒祷告 我们看到保罗是个很特别的领袖 他什么?他说我祈求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保罗虽然在基于里面 但是他带着喜乐的心来为着菲利比教会的人祷告 他的祷告是什么呢? 他祷告要将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只是祷告求神加添他们的爱心而已 而是求神使他们的爱心能有见识 什么是有见识的爱呢? 首先有见识的爱是能够分辨是非 小朋友们爱不是盲目的 爱是能够分辨何为美善何为黑暗 分辨是非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好像小孩子成长时候 当我们是婴孩时候 我们看到的车子都是一样的 反正都是车车 但是当你慢慢长大的时候 你就能开始一眼认出那些车子的名字和品牌 那是跑车 同样的成熟的爱 是能够分辨是非的爱 这里也告诉我们有了见识的爱 也要我们结仁义的果子 什么是仁义的果子呢? 除了生活的见证以外 圣经中提到我们在主里面应当结出的果子有三种 第一是传福音的果子 就是能够领人归主 我们有没有带过人相信耶稣呢? 你曾为这人祷告 看见福音的种子吗? 若是没有,我们先开始为我们生命的人的救恩来祷告 第二种就是嘴唇的果子 就是赞美的生活 我们有没有让赞美的话常常充满在我们口中呢? 让我们口中里面先顺服在神的面前 我们心才能赞美神 最后是坚硕的果子 就是慷慨的乐均 信徒我们要彼此相爱相顾 我们有没有看到别人需要 主动去补贴去满足他们呢? 这些就是耶稣要我们用主动的爱 充满在我们中间 所以今天 让我们学习保罗一样 提醒我们 我们的爱心要有知识 并且靠着耶稣 结满这些仁义的果子 愿神赐福听他坏的人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